嘿大家好我是SIM 嘿大家好我是尊號 那今天呢要來玩改強之後的我愛羅 我愛羅改了什麼呢 改了一個技能流沙瀑布的傷害 我們就來看一下改了一個技能之後的我愛羅能不能飛天 說實在的怎麼可能 感覺大招要改成直接召喚一尾出來然後大範圍的毀滅敵人才對 好那我愛羅的優勢呢就在於他清兵線的速度那麼對線的是蛇姬 蛇姬呢比較容易貼身攻擊你 所以我們要盡量留二技能呢放在自己身邊 好那清完兵線之後我就先往下來做gank 那不過其實也沒辦法gank因為對方都走了 結果這時候蛇姬居然很有勇氣衝過來 所以我們就把技能放在自己腳的旁邊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木夜閃光即將登場啊 所以呢我盡量把對方的往後拉 迷鬥子的經兆 對方的我愛羅呢也只剩下一滴血 咱們的四代火影衝上去直接把他被動打出來 沒想到是騙人不先死 那很可惜這個我愛羅呢是逃走了 好兩分鐘已經準備快到了 那我看到我們現在打野呢還在 上半部的野區 希望呢他有一點自知之明等等 吃完那一隻呢就可以往下路這邊來 那葉一在中路肉頭下路的夥伴們 你應該都看到了吧 這時候呢他已經往下走了 所以我馬上就跟上來 我順便呢也call了集合 結果發現打野居然在上路吃機器人 我直接傻眼耶 都已經2024年4月20號了 居然還有打野是先去吃機器人的 不要笑掉我背後這個葫蘆 那對方的集圖人啊 其實這個會戰呢是我愛羅非常喜歡的會戰 不過對方同樣也有我愛羅 那可以發現我們雙方呢都沒有這種坦克 沒什麼大範圍的CCG 那我們這邊一直在拖時間 希望打野呢突然毛色盾開要下來 都已經從元朝啊拖到了清朝 打野還在中路清兵線 那他順便殺掉了女帝 我們這邊給他蓋一個好棒棒張吧 OK我們這邊持續騷擾他們 結果呢惹到不該惹的女人直接衝上來了 但我身上還是有被動所以我直接變成一顆球 剩下的交給我們的金色閃光上吧把他們全部收光光 哇結果夜音呢逃跑了 但這我愛羅我最後一個二技能撿掉這個人頭 賺了250塊 哎哎哎 哇 結果這個大胖還是被對方給拿走了 我只能給我們這個打野打個 2.8分吧 遊戲的輕重緩擊 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我只能說我們該摳的也摳了 該拖的時間也拖了 我只能給我自己這個我愛羅 先打個9.2分吧 好我們這邊呢一波卑鄙敦炒 結果呢二技能空掉 不過沒關係 哎我們的打野已經跟上 我馬上再一個二技能加大招 殺普送上 正義之心 拜拜 雖然說呢我們的大招CD目前還有點久啦 不過在前期的話呢拿人頭賺錢呢 那是比較好的 因為畢竟啊前期的250塊跟後期的250塊 那個通膨率是不一樣的 這邊兩道閃 DAM 突然就是互相battle 我當一下第三者 從中作梗 攪局一下 我們的打野走了嗎 沒辦法了嗎 好吧那這一波就算了 沒想到他回來了 你還能起舞嗎 看起來是跳不了舞啦 有這樣的打野你幾點上線 好我們馬上來到下路做的支援 這邊因為我愛羅對團戰影響比較大 所以我就率先呢先收掉這我愛羅 那其實這個砂布送杖好像不用開 因為剛好 騙人部的劍呢是有射到 他這時候可以看到夜夜從側邊襲擊過來 那我想說我的位置其實有點差 所以呢我就趕快用閃線的先往後拉掉 那這時候可以看到夜夜身上是沒有二技能的被動 所以呢我們這邊可以把他當小弟看待 往前打就OK了 不過呢對方的慢慢的推到塔內 我們的金色閃光看起來有點前面 我這邊過來呢幫助他逃離 好那我們這邊先往後拉掉 看一下有沒有第二波進攻的機會 薄風臭這時候把苦射到騙人部旁邊 那我們就知道他想要攻擊這騙人部 我馬上往前走 薄風臭血量很殘喔 我趕快在他腳上放一個二技能 最後一個一技能 啪唧一下直接帶走 可以看到這個傷害呢是低的可憐啦 那這一波會戰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態也沒辦法吃大胖 但我們第一隻大胖被搶走 第二隻呢感覺還是要吃 所以我就直接扣一下 集合啊拜託 這一波呢是一定要吃的 不過 可以看到薄風臭的血量不是很多 而且對方的歪羅也來了 那我這邊想說幫他卡一下 希望呢他可以自己呢吃掉 你可以看我在這裡呢卡住這兩個人喔 不要讓他們有機會到大胖那邊 這邊呢身兼樹職順便擔任其輔助的藥職 OK那我們的C級任務吃大胖呢 恭喜波風臭完成任務 時光飛時我們再相見的時候 猿猴已經重生 這時候呢我call了一下猿猴 趕快下去 因為我已經覺得他們在吃了 果然喔 那這邊呢完全不離女帝了 這個兵線也不輕了 稍微的偷緩一下他的動作 我們二技能呢要先保留一下 不要丟那麼多 等等呢準備要打一波團戰 好我們主要目標呢 就是先讓他們沒法吃猿猴 那猿猴走出來了 所以呢現在是很安全 我看到禰豆子在原地開大 他好像不太會用禰豆子啦 那這時候我先閃現進場 到葉一旁邊 那確定葉一踩到沙子之後 馬上殺鋪送傷 結果禰豆子居然打個兩下 還打不死 好吧那這個任務就交給我處理了 這邊葉一還想往下走 我先放個二技能 結果傷害少的可憐 竟然忍術打不贏 只好用體術擊殺了 土工帶掉 不得不說呢 這葉一其實真的蠻會玩的 我大概可以給他個 9點3分 相當不錯的一個玩家 好那這邊的話 我本來想說 我們兩個能不能吃掉 就發現 幹不行了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要走了 這邊是完全沒有辦法 吃這隻猿猴 所以就先拉掉了 好沒關係 革命尚未成功 我們再來嘗試一次 小地圖呢 可以看到我愛羅在旁邊 不過已經 葛屁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後面有跟著 騙人步跟著葉一 那我的目標是先抓住這個葉一 沙鋪大仗 但我這邊好像快死去了 直接 掰掰 那沒關係 至少呢 我們已經吃到了 猿猴 那剩下的事情呢 就等我復活再說 復活完之後呢 我們又吃了一隻猿猴 真是開心啊 那對方中塔呢 已經爆掉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推他的下路 高地塔 不過 這個兵線啊 在蠻後面的地方 禰豆子往下走 那我就來 阻止 這一波兵線 我們先清兵 對方呢死了兩個人了 而且比較麻煩的葉一呢 也還在溫泉當中 那我們這邊就先 快速的把兵線推上去 那你可以看呢 我們上路有一個巨雞正在推 那我們可以選擇打中路 灌進去 騷擾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人員 不夠多嘛 我們就趁他們病 要他們命 但是呢 波風臭的想法好像不一樣 他這邊想要選擇先去吃 巨雞 不過呢 可以看到我們其實已經有一隻巨雞了 所以 有一點 脫褲子放屁 好像不太需要去吃那一隻 那這邊的隊友們都集中到下路了 我們就趕快把下路高威塔推掉之後 我是覺得還可以稍微再往前打 因為波風臭也這時候也跟上了嘛 因為他發現 欸好像可以直接打 對方的我愛羅斯死掉了 那我們現在身上是有 Buff的 有猿猴的Buff 所以呢 對方要打的話 其實很難打 但因為現在沒有兵線進來 所以我們在等一波兵線進去之後 我就要進去裡面用忍術了 這個下手要狠 出手要準 好 這邊等待一下 夜衣不知道是在打字 還是在 講電話 可以看 我想說他不會掛機吧 本來想要直接用砂布大仗把他送掉 沒想到呢他居然醒過來了 蠻可惜的 這邊的話 我們是沒有坦克的啦 所以盡量呢 我們看自己的隊友脆皮被打的時候 我們再上 對方現在死了兩個人 小潔也死了 然後 醫護準備推兵線上來了 醫護整場的存在感好像有點低 我好像整場都沒有提到我們家的醫護 好像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 這個夥伴一樣 太神奇了 好啦 那對於我愛羅的這一次改版的 完全無感 完全無感 對於中路的選擇 目前 T1還是藍絲 欸怎麼是你MVP啊 哇 這個你你幹了啥事啊 我覺得在我的視野 視角裡面好像 沒什麼看到醫護啊 怎麼他就被MVP 算了 這MVP 對我們來講如福音一般啊 不用去太計較 好啦那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了 還想看玩什麼角色底下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拜拜 拜拜 期待